可能这些事情让我经历了不少 然后就变瘦了 等我明冒长出来 然后我再去把皮肤保养一下 该敷点面膜就敷点面膜 然后到时候站在里面的面前 那就是一个威武霸气的帅哥 人狠话不多 气质尴尬的 咱们必须得帅着走 不然那家来的老婆都找不到 到时候你们想介绍一个你们的 你们的侄女什么的 这些给我 你们都觉得我现在变丑了 不要给他介绍了 那人这个东西 万万不能的是必须 还是要该有的地方 还是要有吗 阳光帅气少不了 对不对 这个精神气质还是不能少 对不对 再加上这个威武霸气的男人味 还是有对不对 这个还有一点就是这个 梦想和这个事业还是得感感到我前冲 对吧 那这还有什么吗 对吧 男人就几个点 知道吧 第一点是要有梦想 有目标 第二点 作为男人 对吧 要抖的三观正感恩善良 对不对 第三点就很简单 第三点就必须要干干净净的 对吧 穿着要干干净净的 阳光帅气 那不就OK了吗 哪有还有十确十美的吗 对吧 我虽然我不是很帅的那个人 但是我至少 至少对吧 在男人之中还是炸在中间的就好了 对不对 如果我太帅了的话 那都只有靠颜值吃饭了 到时候都不用 都不用搞什么事业了 对吧 但我可以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了 对不对 我偏要去靠我的这个事业和这个努力去生存 对吧 其实我好好的打扮一下的话 是可以靠颜值吃饭了 是吧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家们 我这个人呢 有一点优点呢 就是比较自信 有一点优点 就是比较自恋 比较自信 我承认 这一点我承认 抽一下电 手机要 要娃哈哈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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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 谢谢 你老爸给你介绍 你老爸给你介绍了几个美女 几个女朋友都都挺不错的是吧 我老爸给我介绍的都不错啊 但是这个感激不是因为这些二勉强的 我是 我是对感其实比较专一的一个人知道吧 我颜值一天 谢谢啊 谢谢 因自己的宽奖 谢谢 谢谢干嘛 那一直打这能量 谢谢 辛苦了 辛苦了 对 咱们公平上 对吧 还是那么的点一下啊 对 小赞赞还是走一下 因为这个不直播 也直播了 对吧 里面不看也看了 那么 厚度一下这个屏幕 对吧 这个咱们直播 还是需要厚度的 对不对 该点的时候 还是要点一下 还有这个 上面这个 给阿伟 你按一下 粉丝灯牌 谢谢 谢谢 加入粉丝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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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关注啊 谢谢 谢谢 对 这个地方 给阿伟 亮个粉丝灯牌 加入个粉丝团 谢谢 这样子的话 咱们直播 的人气就高 然后就 就会越来越好 加尔麦啊 你们认识我这么久了 你们也不想放弃我 对不对 咱们认识一两年了 你们关注我这么久了 对吧 天天给我 刷点 刷点票 刷点票 天天给我 对吧 点点赞 大家也不 不舍得放弃我 对吧 也希望我在这个 复联网会得 风生水起 走有一天 我会的直播 也十万加 八万加 我也多么希望 你们还在看 我的直播 对吧 多么希望 我也是 看得到你们 这样子的话 我跟你们 到时候点个 十万八万 几万粉丝也没有问题了 对不对 谢谢啊 谢谢 所以咱们 希望都越来越好 也祝你们在远方身体健康 好吧 喜欢做 谢谢 真的 这世界这么大 咱们能够通过这个 躲鱼平台 认识是一种原费 所以咱们要真诚 身边的人 真诚 咱们眼前的人 知道吧 真 珍惜咱们眼前的人 珍惜咱们身边 值得我们珍惜的人 知道吧 真的不容易 认识是一种原费 世界这么大 人这么多 你们说 人来人往 对吧 这么多人 能够认识是 真的是原费啊 而且你们认识了 我还关注了 我还停留在我的直播间 还关注了 我这么一年多两年了 你说这是不是原费吗 什么叫原费 对吧 那这就是原费啊 这是我跟大家说的 我心里话 不然对吧 你也可以 现在马上把我取瓜了 你走你的牙瓜道 我走我的白马路 从今以后 谁也不认识谁 对吧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但是咱们真的认识了 不如意 原费 这就是原费 感谢我们的 男 男夫妻啊 谢谢男夫妻啊 这男夫妻 也是我一个好几句啊 二伟 越来越丑了 是吧 我知道你说的是法义词啊 你的意思 我越来越帅了吗 然后就不好意思 说我帅 你就说我丑 这个我理解 你真的是牛 你是一个人才 我这个人呢 别人说我丑的时候 我就很开心 因为我知道 他是要法义词 知道吧 他就是一位 说的意思 就是我帅的意思 知道吧 原费是上天给我们的相遇 对对对 因自己说的比较对啊 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咱们珍惜眼前 珍惜彼此 知道吧 原费 这就是原费 对吧 你们下载了这个抖音平台 然后呢 你们就在这个抖音平台 找出里面喜欢看的主播 对吧 然后选择了阿伟 关注了我 这么一年年了 而且每天都在看我直播 每天都提牛在我直播间 是不是原费吗 对吧 咱们认识这么久了 那确实是原费 我不是吹牛的 也不是 对吧 说什么的 这是事实 事实是这样子的 是吧 这二八句的 对不对 这样的 谢谢我们的实际 欢迎实际 123姐姐来到直播间 实际也是比较支持 阿伟的一个姐姐 基本上 基本上支持过我的 我机器特别好 知道吧 哪怕来过我直播间一次 只要给我上票了 支持我了 我都是记在心里 放在眼里 不是 放在眼里 记在 不是 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哎 这个 这 欢迎养起啊 欢迎养力姐姐啊 对 像养力姐姐这种关注我很多年了 我不知道现在他有没有还在关注我 哦 但是我说句实话啊 咱们这个认识了真的是原费啊 说实话你把我取关了也没没少位 对吧 我二十五二十七万二十八万粉丝你你取关我我也多一个粉丝少一个粉丝也就那么一回事儿 但是呢咱们有不借了真的这个原费就错过了真的感谢我花酒啊花一花酒咱们这个原费就错过了明天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谁也不认识谁对不对啊你也觉得爱就是说 就是关注你这个主播就是关注你这个主播关不关注的我不熟悉我取关了我去关注另外一个主播主播特别多这个赌鱼平台主播太多了 但是我觉得咱们先认识的那么就是原费知道吧原费 有时候你们也要站在我的角度去想一下知道吧 为什么这些说呢 因为一个主播是考虑到整个整体的一个主直播间不是考虑到个人知道吧 不是考虑到一个人知道吧 如果只是考虑一个一个粉丝的话那我你喜欢什么我跟你来什么对吧天天让你笑着走能不都挺好吗 但是我要考虑到整体的这个 一个主播和一个粉丝 那想法是不一样的知道吧 一位主播他是面对这个几千个人几万个人对吧必须要整体要 对吧 隔着那个百分之八十的人的心走知道吧 如果只是维护一个粉丝 好着你只是 那个的话 那就是 对吧 你想看什么我就给你来什么 然后 你想要什么结果我就给你来什么 但是有时候所以啊 所以有些粉丝觉得爱 阿伟做不到我喜欢的样子我就取过他了 你别直接去想如果你觉得你当初选择了关注我那你就 你就多多少少你还是要了解一下主播知道吗理解 相互理解知道吧 因为我哪怕今天做了一件你不开心的事情号召 不是你想看到的事情你要相互理解一下 因为主播有主播的难处 是吧 主播不是 不是维护你一个粉丝知道吧 主播是一个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他是要要必须要面对一件就是整体的一些方向感知道吧 所以啊有些时候 有些粉丝太在在意阿伟了或者太爱阿伟了 就觉得爱阿伟做的不够好就就觉得怎么怎么样 知道吧 就是咱们格局打开 然后把膝态放好 就是这个咱们之间呢 就是相互理解 然后呢我希望是有久的朋友 对吧 我希望一年后两年后 十年后我们都还是好朋友 对吧 十年后 都不用十年三年五年后对吧 我们有这个缘分相遇了 那不就很开心的事情吗 哇阿伟啊 老朋友了 我们两个都认识了五年了 真的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的知道吧 对不对 说实话 这就是感情 咱们比如认识了三五几年 然后 在哪个地方我遇到了 对吧 遇见了 那这种感情是真的是 你也会很激动的对吧 你能 你能 你能保持 保持 关注我这个人 三年五年对吧 保持 咱们之间的关系 对吧 然后呢 等到了这个咱们下遇的时候 你会很激动的 阿伟啊 我们两个认识五年了 既然今天在这里见到你 我特别的激动 我也特别激动 我也就是激动什么呢 就是我一个粉丝 不理不弃的这么的陪伴我 支持我 到 到了这个三年五年 我真的是 激动的跳起来 这就是咱们的咱们 想要的结果 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得到的 因为有些事情我们要 我们要想 想悠悠 才会得到 知道吧 西菜集 送来的人新票 谢谢 欢迎来到直播间 菜集 是一个很好的机器啊 很支持阿伟的 比如啊 比如我今天遇到什么事了 然后呢 我需要大家支持的时候 哪怕大家给我 收了个 上了个冒筋 或者热气球 我阿伟都看在眼里 说实话 知道吧 那么给个上午几天 或者十天八天 一两个月 这个姐姐来到我直播间 他哪怕 说个小西西 我都 我都知道是这个姐姐 因为我继续特别好 只要一个粉丝的名字 换过我的眼睛 我就知道 这个粉丝是哪一个人了 知道吧 谢谢关注啊 谢谢 喜欢主播的给主播点个关注 谢谢 但是基本上这直播的一两千人应该也都关注我了的吧 我没有猜错的话 基本上啊 也没有什么 西西牛年寄来啊 基本上都是咱们老粉丝们 每天晚上聊天心里话 但是 将来 对吧 也会就是说 加来也会有分新的粉丝也会关注我的 到时候 到时候就 介绍大家认识一下啊 谢谢关注 谢谢 我今年二十多岁了啊 但是你们知道我成交的很快是一位行为吗 我觉得 跟大家认识这两年感谢我上代姐姐收了的 这个纸飞啊 这个 我这个 这这这两年我通过了很多激励 然后呢 以跟交流的也都是 叔叔阿姨 都是比较成熟伪著的 粉丝们 所以我成长的也很快 然后给我带来的这个 带来的这个 成长很 激励啊 也很 很快 因为我每天接触的 都是叔叔阿姨都是比较成熟 比较懂事的啊 对吧 欢迎我们的四川 四川表妹啊 还以来的直播间你下巴了吗 是不是下巴了 是不是 是不是嘛 我直播间现在基本上都是3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比较多啊 30岁以下的 比较少 所以呢基本上都是年龄比我阿伟大的比较多 所以你们每个人给我留言呢 这个想法都是 比较 成熟稳住的 比较 就能量的 知道吧 所以我在你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啊 所以将来我也会 就是越来越好 下巴了是吧 辛苦 辛苦了 啊 蔡姐啊 欢迎蔡姐 吃吃啊 这个吃不了啊 我们两个又没有在一个地方对吧 吃不了 有时候阿伟事业压力比较大 加美 加上这两年的爱情风风雨雨的 这男人嘛 一定要找个老头 也要 这个 也是为了一位爱情吗 生活必须离一有爱情 对吧 这才能能够幸福 感谢少年姐姐啊 少年姐姐也是关注我很久了 啊 一位爱情 怎么可以唱啥 我唱着这老老哥我就有点害羞啊 二妹呢是不是你一回了 哎 哎 我都说了你一回了你一回了你还要喂我 没压力没有动力是吧 我的爱情 我的爱情 还没有来还在路上 我也想就是又有一段 胡胡念念的爱 知道吧 我也想又有一段胡胡念念的爱情 但是这个原费呀 没有到来 哇再见了好的好的你们亏了的就休息吧 我差不多 11点 11点半左右我就下波了 啊 两群都是没有能力的人啊 谢谢谢谢谢谢你的指点啊 就是这个 怎么说呢 能力这个东西啊 我相信这个世界比我强的人也多 啊 不如我的人也多 说实话 像我这种啊 怎么说呢 也不是很优秀的人 但也不是很差的那种人 知道吧 但我还在努力中 我有梦想有目标就可以了 现在 现在 没有的 加莱我都会悠有的 知道吧 年轻人嘛 我觉得 不一定要悠有 但是呢 要有有 要有悠有的梦想 就会悠有了 三年核多三年核心 今年没有明年有 对吧 人都是不敢默契的 我们先休息了 好的好的 加油 谢谢啊 谢谢 好的啊 你们想睡觉的就直接睡吧 直接睡吧 不用考虑我的感受 因为 有一百个 姐姐们睡了 还有一千多个陪着我 所以 没有关系 你们不用不用在乎我 想睡就睡就行了 说实话啊 就是不管爱情也好 事业也好 失去了就失去了 我不在 我不在那个啥 知道吧 只是有些东西我不甘心 我是一个不怕吃苦的人 我也不怕从头再来 知道吧 我只要有有这个勇气 从头再来就可以了 我一直都很相信我自己 只会有一天我想悠有的 我都会得到的 因为我付出的都看得到 我走